另外不如說說內地石油石化股 為甚麼中石油和中石化 今天都見到跌了1%至2% 有傳說今個星期 可能會下調成品油價格 所以令到他們的股價都偏遠 然後就要問問Ronald 其實內地石油石化股你怎樣看 油價對石油或石化股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從需求面來看 其實現在無論是美國、內地或歐洲 都是幾弱 這個油價已經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加上現在由美元轉強 以美元作為計價單位的資源 更加有一個所謂的跌勢 所以我相信這對油價是一個比較壞的影響 加上內地成品油價格有可能下調 這對這些油股的所謂收益 只是有所謂的下降 當然對他們的煉油業務 或者是有一個幫助 但整體而言 油價的回調 對於油股來說 特別是環球油股來說 都是有一個負面因素 你覺得接下來是否還有少少下跌的空間 即我們的投資策略應該是怎樣 我相信如果是下跌的話 其實可能以中海油可能跌得比較多 因為他們的煉油業務是比較少一些 或者沒有這種情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相信如果要選擇的話 可能以中石化或中石油為主 但這段時間我覺得始終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些資源類股份來說 其實各個幫助性都較強 我建議都是回避為妙 其實如果油價下跌 可能有理一些航空和物流業 然後就要問一下航空股怎樣看 例如國航、東航、南航 我們可否考慮一下 航空股來說其實如果油價下跌的話 當然對他們的理論上成本 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但我相信其實去到下半年的時候 其實大部份他們的油價 他們的用油方面都有進行過對沖 所以我相信得益就不是那麼大 反而心理上得益可能比較強一些 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留意 始終經濟回落 這件事來看 對航空的收益來說都是有所影響的 好 接著我們就談談中資的人壽股 因為都見到 譬如中國太平 今天都跌超過9% 也創了3年的股價新低 另外中人壽和財險 都有一個很大的跌幅 跌5%至7% 所以都要問問Ronald 首先為何會跌得那麼厲害 中資的人壽股 我相信有兩個因素 其實你說受險業或財險也好 保險股來說 整體而言收益都是有所下降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增進率也不是那麼容易穿上來 另一方面來看 現在環球市場的投資氣氛 都是比較低一些 包括A股也有回調 對他們的投資收益 雪上加霜 所以在這段時間之內 我相信部份的投資者或基金 都可能拋售 乘勢沽低他們的板塊 所謂估值 好 但是也有人說 中國太平 今天已經跌了超過9% 今天錯了三年的新低 這些時候 是否逆危逆機 我問一下你 你怎樣看 對於中國太平 這些反彈 反彈 我相信 都可能會有技術性反彈 或者情況出現 但始終反彈後 第二天可能會跌 始終他算是否升低 其實代表序的股價是十級以下 所以我相信 我反而會選擇其他穩陣一點 例如今日國壽來說 跌得相對較低 如果真的要選擇受險類股份 保險類股份的話 應該都大眼選擇一間 防守性比較強 好 然後我還想問Ronald 就是有關於金沙 為甚麼呢 因為他今日正式染藍 成為恒指的新季 不過見到他的股價都是偏遠 我想應該是跟澳門那邊的 博彩業收益有關 因為剛剛公佈的5月份 澳門博彩業收益 增加是7.3% 其實雖然符合市場預期 但也有見到收益放緩的跡象 我問問Ronald 其實澳門博彩股 你自己是否都會預料 都不是那麼吸引 吸引力有限 其實從去年開始 我們預計今年2012甚至2013 博彩業收益會有所下降 因為始終內地放不放人 澳門去進行相關的消遣 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支持金沙的可能是染藍 但這個因素已經反映了 我相信接著往後走勢 都會跟回大股市 和賭業股的走勢而言 我覺得現在都是有調整壓力 最終要問Ronald Ibond 因為明天開始認救 你的建議是否可以抽 現在這個投資的亂世當中 如果追求穩定回報 加上一個所謂的收益 我相信Ibond是可以考慮 但始終投資了Ibond 資金都是鎖住了 亦都可能會錯失投資的機會 所以投資者都要考慮自己的所謂情況 好 麻煩Ronald你的分析 今天買了兩杯飲品 這是青檸梳打 這間是越南餐廳 我們下次再上來聊聊天吃吃東西 多謝你 MING PAO TORONTO